陈慧贤当年有多红 郭富城在《他的傻女》中担任MV男主 据说当时刘德华开电影公司时 还请他来担任编剧 作为刘德华好友的他 胆想帮忙 可想到编剧并非是自己所擅长的领域 便委婉拒绝了刘德华 第一次无法合作 也阻挡不了两人合作拍摄香港电台广播剧 在张学友失业低谷期 陈慧贤为了帮好友度过难关 与其合唱一对寂寞的心 经历过低谷之后 张学友更加明白谁是雪中送炭 谁是锦上添花 自此之后 张学友和陈慧贤之间的友情越来越好 2014年 陈慧贤在演唱会上与张学友相拥热闻 该照片一出 便引起网友的热议 毕竟此时的张学友有妻子有女儿 而陈慧贤单身 可面对网友的质疑 陈慧贤和张学友完全不理会 对于他们来说轻者自轻 不仅如此 就连黎明都是他的粉丝 当年黎明为了圆自己的粉丝梦 和他合唱《好想永远这样》和《依然是你》 就连成龙都是陈慧贤的歌迷 有人曾透露 成龙整天拿着录音机在片场寻魂播放千千雀歌 即使陈慧贤的代表作不仅是千千雀歌 还有很多经典歌曲 只是千千雀歌传唱度比较高而已 陈慧贤2003年发行的《情义节》 根据陈慧贤本人说到 当时该首歌曲刚发布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水花 也是到短视频平台兴起后 被无数歌手翻唱后 才让这首歌曲彻底走红 陈慧贤得之后也非常惊讶 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为此他还特意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一条动态 向当时的填词人陈先生表示感谢 时隔19年 该首歌曲的走红不仅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 也对得起制作人 不得不感慨 互联网世界 凡世界有可能 只要你心怀信念 这应该是陈慧贤这辈子 最不开心的演唱会 在演唱完千千阙阙歌后 他如耿在喉 看着台下的观众气不成声 因为陈慧贤非常清楚知道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很多人不明白 此时的他失业如日中天 为何在千夕之争后 放弃歌坛远走他乡 难道真如传闻所言 陈慧贤被梅艳芳背后的失利所下退吗 当年梅艳芳下班后去唱歌放松心情 不曾想遭到大佬掌握 向泰德之后单枪匹马赶往江人救下 第二天 该位大佬就传出被砍重伤住院的消息 自此之后 香港人都知道梅艳芳背后有很强的靠山 也正因为如此 当时听到陈慧贤要退出歌坛 很多人都猜测与梅艳芳背后的失利密不可分 事实真的如此吗 1989年 日本歌手静藤真彦的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 陈淑芬看中商机直接将其翻唱版权满下 此时陈慧贤的音乐制作人欧丁玉 发现这首歌非常适合陈慧贤 于是找到陈淑芬 让陈淑芬没有想到的是 前脚刚同意陈慧贤翻唱 梅艳芳后脚找到她说道 我也想要翻唱这首歌曲 为了不得罪双方 便向陈慧贤这边提出要求 那就是唱片必须梅艳芳先发 可梅艳芳不想这样 等陈慧贤推出千千雀歌后第二天 她才推出西洋之歌 相差一天推出的两首同曲不同词的歌曲 在当时刮了非常大的狂潮 千千雀歌以离别为主题 歌词凄美动人 再加上陈慧贤甜美动听的歌声 更让这首歌曲加分不少 在当时直接卖出35万张的销售成绩 而梅艳芳也不甘落后 她的西洋之歌配上低沉的豆沙声 也别有一番风味 可在唱片销售方面 梅艳芳就没有陈慧贤的高 她才卖出20万张 就在大家以为当年的金曲奖 和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非陈慧贤莫属时 主办方不仅将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颁给梅艳芳 还将金曲金奖给了西洋之歌 该结果一出 让陈慧贤大失所望 再加上此时陈富提出让他出国深造 心灰意冷的陈慧贤便产生退出歌坛的想法 这次退出歌坛 陈慧贤最后悔的不是失去往日光辉 而是最心爱之人 陈慧贤怎么也想不到 出国留学不仅让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跌入谷底 还失去的初恋男友 进去歌坛没多久 由于欧丁玉是自己的唱片制作人 一来二去之下 两人便产生了情愫 便确立了关系 对于陈慧贤而言 欧丁玉既是老师也是男友 在欧丁玉的帮助下 陈慧贤在歌坛的发展犹如装上马达一般 而欧丁玉也对陈慧贤百依百顺 这对让人羡慕的情侣也没能走到最后 陈慧贤在留学期间 两人聚少离多 感情也开始出现嫌隙 当时欧丁玉对陈慧贤说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 我现在想结婚了 那你有什么想法 可此时的陈慧贤觉得自己年纪尚小 还不想步入婚姻殿堂 为此两人大吵一架就此分手 最让陈慧贤意想不到的是 欧丁玉找到何是自己的人 步入婚姻殿堂 不管对于谁而言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2008年 单身已久的陈慧贤在演唱会上演唱歌曲 后来时 欧丁玉为他伴奏 当陈慧贤唱道 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 也不那么遗憾 当时陈慧贤表现得非常激动 之后当唱道有一个男孩爱着一个女孩的时候 陈慧贤下意识先指向欧丁玉再指向自己 对于陈慧贤而言 欧丁玉是自己这辈子最爱的人 可他一直都把欧丁玉放在心中 也没想过要打扰欧丁玉的生活 其实与欧丁玉分手后 陈慧贤曾谈过几段恋爱 可都以失败告终 1994年 陈慧贤和造型师张卓文恋爱 可张卓文不仅自我 还对陈慧贤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当时陈慧贤以为他能改变他 可梦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两人还是结束这段长达八年的感情 那段时间 事业和爱情都失忆的陈慧贤一度患上抑郁症 治疗期间 与主治医生谢国磷相爱 谢国磷不仅是他的主治医生 两人还是中学同学 在学生时期 谢国磷就暗恋过陈慧贤 机缘巧合之下 两人再续前缘 可这段感情 还是以谢国磷劈腿而告终 就算如此 陈慧贤与他分手后 从未在媒体面前说过他的一句不是 而是对谢国磷充满抱歉 因为自己公众人物的身份 也让他沦为媒体炒作的对象 如今年过半百的陈慧贤依然单身 有些爱情遇到了就紧紧抓住 因为有些事情错过就错过了 不要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希望大家都能有情人终成眷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